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南部天气热四季不分明 手摇引进铸 数量超级多 端端50公尺 超过10间 左边三间连三一起往前走10公尺 右开了两间 而右手边同样也有三间 密集度超级高 堪称冷饮一条街 这边吃的还蛮多的 租屋的部分呢 仔细找 不然会找到比较贵的 这位小姐从台南特地道男子区来租屋 不只觉得租金贵 就连附近的老屋也跟着涨价 近20年老屋挂起了租售 开价2到3千万 大有人在 我们买6700 这都2千万 我们这很稻子 比起来稻子 这行李很好做 机车行屋林近30年 地坪16坪 建坪60坪 价格更是中性的房价差不多 房仲就说 南子区的老屋价格近5年开始调涨 未来可能有桥科 那当然进驻的话 以生活机能来讲 因为那个德险德民商圈 他的生活机能是完整的 房仲分析新建案大楼 每瓶开价落在20万 十年以上的大楼 每瓶也来到18万 20年以上的透天错 价格涨了两成 建商住户看准南子桥头 近邻加工区 以及桥头科技园区 不管是老屋新屋 市场价格也悄悄上扬 三十五号 西小号 无数珠 高雄门